通常我们讲 帮助一切众生 利苦德罗 德罗有正确的方法 正确的方法 你得到是快乐的 而且 你所求的的是 是无比的 求财富 求功名富贵 求智慧 求长寿 佛家都有啊 非常有效果 绝对不跟众生 接远处 你说跟众 我们学了佛了 用佛家这些方法 做了十年实验 十年成功 我们的农作物 不用花肥 不用农药 我们的收成 比那些菜农果农收成的好 他来看到非常羡慕 我们用什么方法呢 我们跟那些虫 小虫 跟他签约 跟他商量 我种这个菜 我会画一个地区 画一区 我要非常认真地去培养那个菜 那个菜专门供养你的 你就看 那个菜小虫吃的 各一条田梗 这边 那是我们的 他一点都不伤害 深年如意识 果木树 我们都省思 不比果木 要用什么袋子包起来去放虫 用不出 我们给小鸟 小虫 也顶 我指定有多少构树 我在澳洲中里有三十多种 果木树 很多 数量很多 每一种指定几颗 给你吃 他们都在那几颗 没有指定的 他一点不伤害 你看我们跟那小虫 小鸟关系多好啊 但是附近农夫来看的是很羡慕啊 我说 他们懂死 他们很很懂感情 你爱护他 他爱护你 我们这彼此相爱多好呢 共存共荣 我们的收成没有减少 年年都增加了 佛告诉我们 不但有钱的众生 我们能够跟他交流 啊 这所有动物都能跟他交流 无钱的植物 他也懂 啊 树木花草懂啊 我们爱他 他爱我们 所以 树木长青 开花特别美 特别香 啊 果 借的果 特别好吃 你等爱他才行啊 爱心啊 啊 真的爱他 真的 照顾他 关怀他 啊 用欢喜心 对他 你会得到好的回报吗 啊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